好 回到最后一节的港马攻略了 跟大家看了五场这么精彩的杜拜赛事之后 大家不要忘记星期日沙田入马中间还会有一场大阪杯 不过因为很多日本的精英都远征过杜拜 虽然近年大阪杯的阵容也不算特别强 今年也不例外 没错 其实大阪杯甚至近年都很流行爆冷 我记得有一年赛普向云赢 那场也挺厉害的 而且始终突入这个夏季都有机会下雨 一下雨甚至会更加令马匹的水中影响到 始终马匹本身的整体实力也不算高 令到场地形势也很重要 刚刚跑完高崇高大家也看到 带你内南之后 我们选的外套码就全部都没用没置地 没错了 看看近十届冠军先了 当然之前也有一些很厉害的 买过的北部园区 门雅之士也赢过的 但近年就开始是比较偏小小的 他们又不是没有实力 但是就好像不是很一级赛 比如例如大冠花环 赛普向云 甚至金迹这些可能是一级赛时 近是近是近的 但这场大板杯就没给他们搞定的 是 即是你连同那个艾恩遗迹 好像赢完大板杯之后 去到之后一级赛有些无以为计的感觉 至于骑恋那方面也相当平显 我是武风就赢过三届 不过武风就去了杜拜 所以他都没有骂骑 那我们第一条片就先看看京都纪念 我就很喜欢那只草鱼 你选择了 那去年有嘛 搏大冷盘就搏不了 中段就没了 但是因为今届的实力 就真的没那么强 有些升局在望 升影天下就去了杜拜 那领衔已经退到翼了 那晋天国也去了杜拜 所以整体实力真的不强 那为什么都是选择草鱼因呢 第一 他始终是出自 就是升局在望 那一届打给他 很厉害 那一届是非常疯狂的 而且他也是跑离 而且看回他的职 他除了有基本人输得软一点之外 其实他的补重也跑得不差 那一场用灵田寓宜比较生手 走在里面 其实草鱼因在我生活中有些少均速 那你没断 就是左段已经挪得后 你没断着要走进去冲 那不太适合马性之后 你都会输给春秋分两个半马 所以其实我真的很收货 那这场草鱼都纪念 那你赢保来哥的剧 那我觉得表现也算是不错 因为始终保来哥也算是 上届打给他第四名 那之后他跟那些黄亭鲍谷那些跑 其实也跑得很近的 那所以其实草鱼因这一只马的能力 那坦白说他是不是真的去到很强 你说之后那些补重就很难赢 所以就希望他把握到这次的机会 那这些就是典型的一级赛 可能真是本身如果有很多强手在那时候 就真的难得赢 嗯 但他经常接近 就会变成他其实是有能力的嘛 但是如果更加强劲的对手那时候 就变成好像赢不到那样 没错 这次真的没有太突出 太高级版那些星头马在那时候 草鱼因可不可以坐正一次 那他跟慈天謙一都合的 那我自己就喜欢 这场的草鱼建议的话 我就会要一只保来哥剧 那他就是刚刚那年日本打比的第四 其实就是跟健康高走 还有这个赛高升是同一届的 但是为什么今场我就宁愿不要那两只 我会要回保罗哥剧 就是他起码没有去跑那场优惑纪念 甚至是菊花上他都没有跑 没有硬硬上去跑 因为其实你看回他这个赛值 除了高越上那一场 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失准之外 其实是一路全部在头四的 跑完这个日本打比之后 他年尾去复出的时候 三级赛先赢了一场 接着就在京都纪念这边跑第二 那你看看他其实这只马 只要你说跑回2000 还是2200 其实是挺好能力的 那重点就是他用得不太多 那今次了 继续用横山和身 那横山和身近三场 其实一路骑着他 都是第一第二第四 很脱落的 那和这只马 跑法我觉得是挺激动 就是有时就可以跟前一点也行 那你说如果真的太多马抢的话 那他留后一格 中间都可以 那既然这场大板杯 那我想大家都是逗撞的 而这只保罗哥的跑板神马场 两次是全胜的 那所以今次也有两只 打比马在这 叫做盘子在大树遮阴 那看这只保罗哥可不可以跑好些 那另外跑力8的省尺棋 其实他就是去年日本女王杯的亚军 那头马宽道路和第三个树琴炮机 都是那年的三水系列的 那我觉得始终有自由度也在 那我就觉得去年的 像树战线的能力 应该会在打比战线之上 那所以既然你省尺棋可以和 那些宽道路和树琴炮机 那些跑得那么近 我觉得就算这一场跑力8 我觉得也不可以太看小 那所以我自己的 我反而会称线草棋和树琴炮机 高的保罗哥是多一点 嗯 但是也是那句 这一场我们大家的战线 或者选择都挺分散 因为大阪保基松 都是不易刹的 包括跟着来和大家看的第二条片 刚刚高虫公 我都拼了波天猎虎 虽然都拼了我们 但是日本有时候这些大赛 特别是这些 不是最最最高的 那个系列的一级赛 爆量是家常便饭 所以我这一场也拼了一只燕梅华彩 是 这一只马 说真的就很久没有跑的了 因为就是这一场的维多利亚一里赛之后 一直到现在 我想都接近一年了 11个月左右 那为什么我会选这一只马 首先就是 其实大家如果不羡慌的话 虽然都有少少年代的年份 其实他是22年秋华赛冠军 他那年的千马三冠有哪些马呢 星影天下 匯两川 他那时是在红这些马跑 而秋华赛是赢得到他们的 估物论那场秋华赛 星影天下跑得多肉酸 紧拜 他没有三冠也好 你以为华彩要有能力才可以赢得到他 而且他在仗书也是跑第二 其实就是代表他本身和星影天下的能力 是足以可以近到 甚至是有机会 如果星影天下跑错了 其实他可以赢得到 但是就不知为什么 那年的女王E238二世杯 突然之间失进了之后 就好像一只马有点事 接着他的出赛频率就比较不正常 上年的中山纪念跑一跑近了之后 对这场的维多利亚一里赛 其实是没什么看的 接着就一直休息 因为其实本身也停止了 有些健康问题 这次休息了 休息了很久 休息了一年才复出 体力就赚了 而且其实他跑这些变化地 又不是不行 他稍做场地其实是赢过的 所以如果到时 大阪杯虽然就不会下很大雨 小小湿湿地 对于这只二枚华彩应该都可以的 这次还要用西村唯有 身体冷得震 但是始终他级数是极高的 那我就试一试 看他能不能跑回 其实同届 除了升天下 还有汇两串 汇两串 汇两串之后 都在一里冠军赛赢得到 也证明那届 水涨就不低的 那就真的看下他休息完之后 復出他还有多少成功力 如果他跑回出 他巅峰水涨 在这里的确都有得争 那Sunday Racing 都不止这一只 另外还有利森明园 都会跑到今届大阪杯 虽然利森明园大家都知道 来到香港跑到香港杯 但是就播出铲鲸鲸 就投赛给韩国 另一只冷军的飞雪鱼 那这场利森明园 其实跑法在里木和夸 真的跑得挺顺 你赢到领涵轻风飞 都是不简单 之后就来到香港 就换了连达文 但是他就捉到到尾 然后没断 我就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其实那些跑法 都是有点令人拗头的 这次其实我也有点担心 因为换了护其龟态 因为我之前看他跑那场 三折马赛 所以北世界那场战法位 我还是觉得很招头的 希望这次就没有那些海外的高手了 对日本骑士 希望他会发挥得醒目一点 始终他是属于日本生起的身性 我觉得不应该因为一场香港杯的失利 而这么快就看低他 而且始终也是那句连达文 在我们眼中 其实我们不方对他的评价 都是一般的 所以那场的香港杯 我记得因为早段有很多 抢了抢了 就变成了回来的水准都不似于 其实那天的日本队 应该这么说 我还记得香港苹果那场 就是生活格调 其实那段都是流得很强 不知道什么事 那天的日本队好像是有些失常 没错 所以你说是否真的这样 而觉得李生明如好像不够班 其实又不是 那也是那句 今届大阪杯 他也不是很出的份子 那你想想我都已经去博到燕梅华彩了 所以你说李生明如这些 是up and coming上的马 既然我Sunday Racing都选了一只 他说紧李生明如也很合理 至于我就自己选了飞雪区 那其实如果你有计赔率 在当地现在 其实飞雪区更冷过燕梅华彩的 那当然这只马尿尾界级数 就真的输失了给其他马 但是我看中了一点就是 虽然他一直都很久没有赢马 其实对上一次赢马 已经是二年的咸馆纪念了 但是你看回 其实他大部分场次都不是输得完 都是这四五六名次之间 特别是他最近两场 包括就是去年年底的中键新闻杯 以及这场产经上 回到来都是第二和第四的 这场的飞雪区 其实你说是不是跑得特别好 我自己觉得不算是 因为他给我的感觉是留得太厚 回到来其实你看到他 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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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接近回到第二名第三名的马 那恨英明这次就用了 其实恨英明就对上两场 就是我自己觉得 那个发挥是没那么满意的了 但是恨英明大家有时候 都会想到红字成轻 那些女王杯都跑得出来的 还有这个飞雪区 如果你这样看回 他跑变化地的成绩 都是OK 因为他赢了重地 红冬纪念那场正正就是重地 到时如果真的有点湿湿的地 因为我们一录影就没抽档 如果到时抽到档也不是太厚 比起金翻前一点的话 这些本身跑开四至六名 也不太脱落的话 看看能不能闯入那只冷脚 对了 那这场橙经上就有点盐 他终乱走上来又不够 气壳 所以我就觉得跑法也是有点奇怪 因为其实他本身在去年的咸管纪念 虽然卫免失败了 看到输了一些利心明元两国 几码坏 响号也是日本一只很不错的长途马 所以这个飞雪区你说冷门预期一票也不出奇的 那最后一条片就看回有马纪念 看回有马纪念 是的 那剑琴高手初日高升 其实我们就不算特别喜欢 反而我们想博多另外一只冷门就是树琴考基 是的 那这只就是三岁马女那时候 大家都知道了 三岁马女去挑战有马纪念 其实真的很难 三岁红马也已经难了 而且是马女 虽然他是弱虎多磅而已 但是其实你说他现在回来跑过第九 其实一点都不差 都是那句 他上年是出自自由岛那里的三冠战 这次回来这一组的大阪杯 其实都有机会争 是的 其实他本来都是一只很中心 因为他是难赢一些 因为他都是有些抱抱抱抱的感觉 但是这场有马游戏 你说是不是输很多 其实他都是输给胜目在落四个半马位 那场马大家都知道 头四名已经订掉了 那他跟初日高星剑琴高队 是不是差很远 其实就不是 剑琴高队 其实不论跑经典战战也好 这场有马游戏 都是用一些很硬的强倍来跑 但是这次你换回一个生手的日本骑士 其实发发是有机会打折扣 而且初日高星已经失望了这么多次 整天热门 整天失望 你说他最近那场中山企业 好像跑得有点轻 但是你说他认真跑的能力 是不是真的展现得很高 至少这场有马游戏我都看不到 那树琴高队 那场日本女王本身 他也是需要宽度的一个马位 我自己也有选择一尺棋之后 那树琴高队本身跑法又够主动 而且那个能力 我觉得不能参加剑琴高队 但初日高星很多之下 我觉得难以我自己会宽宽拖他 其实树琴高队我自己感觉上 有点像我很喜欢那一届的千玛三观 就是维度爱你 放星风夫同创世区那一届 其实那一届也有一种很中心的 就是基灵金法 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那种影子 未必可以整天赢到 但是他的级数可以令他整天都跑近 这场其实他跑过第九 我觉得真的很好 而且始终是岩田仔 第一次跑他 回到那个操控 其实我觉得算是可以的了 没得过一场 这次再跑回的话 那既然我们也觉得 健琴高队初日高星 是真的可能跑多了一些不同的赛事 所以我才选择保罗高骑 那树琴考基 是他跑了雷王杯 又跑了有马纪念 但是他这场是季略第一次复出 体力上相对充足的程度 还是比较高一点的话 那这种我觉得也是未见底的话 既然也是冷门 不如也兜上去吧 是的 那这场草鱼欣就跑得不一样 是的 真的除了这场之外 其实他其他场也跑得紧的 其实我觉得他和树琴考基 有差不多这样的感觉 所以希望这队也跑得好 那最后就有个数据 就跟大家说的 就是近五个日本打给他参战马 之后就来跑 就是第二年 跑这场大阪杯的成绩是怎样的 哇很差 那年铁鱼欧天也赢得到 你想想铁鱼欧天挺厉害的 也是跑第三 甚至你说乐透心 那年的日本的领导马 都是来到跑第九 当然那场我记得有点事 也是跑得不好 华加勒打给公军 也是跑第三 野田贤军也是跑第三 所以今场你说剑琴高招 初落高升也好 我们都觉得好像真的跑多了一点 而相对来说 保罗哥其实是跑第四 但是他就感觉上还有少少在手 看看可不可以差一些位置 对 而且我觉得上年打给的水准 又真的没有二年那么高的水准 都没有距离 所以说这些严格 我头两名都自己有攻击一些 看看保来哥 会不会还有一些进步 被我们看到了 看完八场一级赛之后 其实下个星期都还有点东西看 澳洲唐加斯特一里赛 潘顿会过去武装自己 没错 过往回到澳洲跑这件衣服 阿腾云是赢得一级赛的 看看他可不可以再赢 除了唐加斯特一里赛之外 还有南非打比 也算是第一次看 也应该会有些南非马王的未来新星可以看到 还有什么 樱花上金面终于可以看到 对了 还要是今天才新鲜滚热辣公布 今天都挺期待 今年的黎马战战表现是如何 没错 所以今个星期先多谢大家一路收睹 我们的八集大赛论战功课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和大家谈 另外小场的国际一级赛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星期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 就快点去追踪我们的Facebook和IG 之后再叫你的朋友 一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那就不怕错过我们每一集的最新资讯 记得啦!